習近平在晉升五名上將評論指 為連任確保軍隊支援 有一個馬雲 劉強東卸任京東集團總裁 涉嫌配合參與新疆強迫勞動 德國五間企業被起訴 中國大陸149座城市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從計劃生育到保障生育 山西計生小組改名引發議論 壹傳媒所有董事辭職 前高管表示中共要剷除所有自由媒體 水底其源澳洲潛水源和小虎沙傑下11年有疑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7日星期二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9月6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樓 為新晉升的五名上將頒發命令狀 對此時評人士李燕明表示 習近平近期異常惑習地調整高層將領 強化軍權為二十大高層人士保駕護航的意味很明顯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 這次晉升上將軍閑的軍官是西部戰區 司令員汪海剛 中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 海軍司令員董軍 空軍司令員常丁球 國防大學校長許學強 他們的新職務都是首次被披露 而就在兩個月前 習近平才為新晉升的四名上將壽涵 他們是南部戰區司令員黃秀斌 西部戰區司令員徐喜寧 陸軍司令員劉鎮立 和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 時政評論員李燕明分析 在攸關中共二十大高層人士佈局的北戴河會議 和陸中全會前夕 習近平的系列行動明顯在為連任確保軍事支援 李燕明表示 與此前北戴河會議和八一前夕受限不同 習近平打破常規 兩個月內共晉升了九名上將 其中陸軍、海軍、空軍司令員換人 南部戰區、中部戰區司令員換人 西部戰區更加是異常頻繁換將 這些舉動都非同尋常 他還提到 在中國周邊局勢 包括中印邊境、南海、台海緊張之際 習近平此舉也折射出中共軍隊內部暗潮洶湧 邊境危機一觸即發 高層搏殺白熱化 李燕明分析 在各大軍種、戰區司令員換人之後 相關將領的進退將會由關下一步 軍委層面的高級將領變動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 先行佈局軍隊高層人士 為的是震懾政敵強化自己在軍中的權力 據第一財經報導 京東集團9月6日在港交所宣布委任徐雷為集團總裁即時生效 而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劉強東就將致力於人材培養和鄉村振興事業 對於劉強東卸任京東多達幾十間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長或其他高管職務 網絡評論不一 自由亞洲電台質疑 劉強東可能正在倒部阿里巴巴負責人馬雲 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和拼多多創始人黃征的後塵 近期中共當局針對大陸的大科技企業持續集中整治、調查 馬雲、張一鳴、黃征等多名電子商務的標誌性人物 已經先後宣布引退 不過京東新總裁徐雷近日說 京東正根據中共監管部門的要求主動自我審查 因此監管變化對京東的整體影響並不大 對此有網友表示 劉強東已經平穩落地 膠權放心睡覺 因為京東裏有黨委已經持續四、五年了 同時徐雷的神秘背景也浮出水面 公開資料顯示徐雷是北京人 在部隊大院長大 但關於他的家世和畢業院校 網上沒有公開的信息 有網友爆料 徐雷的背景並非普通人 和中共前高層有關 去年7月 一個名為黃薇危機管理的社媒帳號 張貼了一張徐雷和徐向前的合影 徐向前是中共的十大元帥之一 這樣似乎暗示了徐雷成為京東接班人的原因 據報導徐雷2007年出任京東商城市場營銷顧問 2009年1月正式加入京東 歷任市場營銷部負責人 無線業務部負責人 營銷平台負責人 副總裁 輪值行政總裁 零售行政總裁等重要職務 非政府組織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 近日對成衣企業Hugo Boss 和連鎖超市利德爾等五家德國企業提出訴訟 指控這些企業涉嫌配合參與新疆的強迫勞動 並從中獲益 據德國之聲報導 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向聯邦法院 遞交的起訴書長達近100頁 要求法院對這五家企業是否參與強迫勞動 和可能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進行調查 起訴書表示這五家企業近年來 與新疆的紡織公司保持直接或間接的供應關係 有跡象表明他們參與了強迫勞動 該中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企業不能成為破壞國際法 和其他踐踏人權行為的幫兇 該中心經濟和人權事務負責人 薩格馬斯對時代在線說 雖然歐洲政府批評中共破壞人權的現象 但歐洲企業卻可能正在從中共對維吾爾人的剝削當中獲益 這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一旦外界懷疑的強迫勞動得到證實 企業責任人就應該被追究責任 回應這宗訴訟 Hugo Bosch公司表示 該公司已經對其生產企業進行了自我審查 並未發現有強迫勞動的跡象 而且他們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現代勞工制以及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 但是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認為 Hugo Bosch的回應是蒼白無力的 薩格馬斯說 該公司並未說清楚是誰對生產企業作了審查 而新疆當地根本不允許獨立認證機構去做調查 他強調 近年來很多企業都從新疆採購棉花 他們應該好好想一想 自己對強迫勞動這個嚴重的犯罪行為 貢獻了多少力量 大陸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中國已經有149個城市 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 這些城市集中在東北地區 成餘城市群 黃河中下游中部地區和長江三角洲 據第一財經9月5日報導 中國第7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構成數據顯示 目前大陸有149個城市的 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14% 為深度老齡化 根據國際通用的劃分標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超過7% 意味著進入老齡化 達到14%為深度老齡化 超過20%就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在這149個城市當中 東部沿海地區共41個佔27.5% 東北地區有36個佔24.2% 中西部地區有72個佔48.3% 從省份來看 這149個城市分佔在22個省份 其中四川的深度老齡化城市達到17個 數量位居全國第一 山東全省的16個地市當中 已經有14個進入深度老齡化 中部湖南和安徽共有12個城市進入深度老齡化 另外東北三省的36個城市 也都已經全部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據分析 老齡化的主因是這些城市的青藏年人口外流 去東南沿海就業 導致當地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所致 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 中國的出生人口比前一年下降了18% 已經是連續第四年下降 路透社分析說 老齡化問題可能預視著 中國面臨著快速的人口下降問題 人口萎縮意味著工人減少 因而稅收減少從而帶來養老金問題 隨著中國的出生率快速下降 及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 中共政府自今年上半年以來 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山西省就率先響應 近日將其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 改為人口和生育政策保障小組引發議論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為了解決出生率下降的難題 中共近期連續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從開始的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到四孩政策夫之育出 相隔時間不足三個月 而山西省政府也在九月初 第一個將計劃生育當中的計劃二致刪除 中國學者維新在九月六日受訪時表示 山西省的舉動確實代表了 中國政治內部在出生率問題上有很強的焦慮感 當局正在急不可待地 有意取消對計劃生育的限制鼓勵生育 時事評論人士國保姓就認為 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 違反了人口自然增長的規律 導致人口問題、男女性別比例失調 和老齡化問題嚴重 微博網民行人二世說強制生育是不是要開始了 另外有網民說 估計當地的人口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從之前千方百計不給生育 到現在搞盡腦汁催生 這些領導幹部是怎樣轉變思想的呢? 人口數據顯示 中國去年全年新生嬰兒為1200萬人 今年預計同比下降18% 如果按照16%來推算 今年出生人口僅為108萬人 《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後 壹傳媒董事會主席葉一堅等最後四名董事 在9月5日宣布辭職 壹傳媒也計劃公司清盤 以最佳保護股東、債權人、員工和前員工 該公司前高管Mark Simon指出 這樣說明中共有意剷除香港所有的自由媒體 《香港聯合交易所》網站顯示壹傳媒四名董事的辭職 在5日晚11點59分生效 壹傳媒股票已經在6月17日上午9點正暫停交易 董事會辭職後 股票將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壹傳媒董事會在聲明中表示 由於擔心港府在沒有法院介入的情況下強行迫使公司清盤 因此決定有罪清盤 並希望香港政府允許清盤官員 承先前公司及董事被禁止的付款 包括支付債權人和前員工薪資等 宣布辭職的四名董事在公告中表示 在創辦日黎智英和其他兩名董事被捕後 另外7名前壹傳媒或蘋果日報的高階管理人員 編輯和社論作家也相繼被捕 這些都引發恐懼氣氛 導致公司在香港的剩餘員工當中多人辭職 被中共通緝的壹傳媒前高管Mark Simon對德國之聲說 香港政府對壹傳媒的一連串打壓 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很簡單 就是如果任何傳媒越過了《國安法》下的 那條不斷移動的紅線的話 港府就會以高額的法律費用 和暴風雪般的監管來埋葬這些傳媒機構 他還說《蘋果日報》這個非常大的民主新聞機構 因為被中共視為威脅就被中共剷除 在這個過程中 中共是要將香港的自由媒體都一起剷除 而《蘋果日報》會因此 作為被中共壓制的民主之聲而聞名 雖然說起鯊魚大眾總會心生恐懼 但澳洲一名潛水員和一條小虎沙 有一段長達11年的水底奇緣 這位名叫安德森的潛水員表示 他原本住在紐省 在過去幾年當中 他基本上每個星期都能見到這條虎沙 他說我是在11年前教學生潛水時 在後了這條虎沙朋友 當時他注意到 他和學生身邊有很多剛剛枯化出來的虎沙 當時他們僅有6英寸牆 現在已經長到6英尺了 他回憶說 當時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其中一條虎沙 跟大眾想像的不同 那條鯊魚居然允許他輕拍牠 他的學生都感到驚訝 隨後這條漸漸長大的鯊魚 總是能在安德森游泳時認出他 他說每次我潛到附近時 他就會注意到我 並游過來讓我拍拍牠、抱抱牠 甚至在我沒有注意到牠的時候 牠都會繞過其他潛水員游到我身邊 磨我的腿或者肩膊 讓我展開雙臂擁抱牠 安德森表示 雖然人類很怕鯊魚 但是相較鯊魚對人構成的威脅 人對鯊魚的威脅更大 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 每年約有一億條鯊魚被人殺死 而鯊魚造成的人類死亡卻不足十人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